4月23日至25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广东、广州、汕头、潮州调研。 韩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定不宜深化改革开放,坚定不宜推动高质量发展。 韩正走进广州永庆坊微改造项目,靠插城市更新情况,到广州塔俯看广州全貌,听取城市规划建设等情况汇报。 到广州岳江路会展西壁道示范段,海珠国家湿地公园,调研城市公共设施建设,水环境治理情况。 前往汕头桥皮文物馆,陈思红故居和潮州广基桥,饶宗仪学术馆等,了解潮汕文化保护传承及古建筑修缮保护情况。 他指出,城市更新要因地制宜,不能大拆大建,要加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保护,使大家记住历史留住相愁。 要加强水环境治理,环绿于民,环景于民,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。 韩正来到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,走进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,与港澳青年交流座谈。 韩正说,港澳是你们的家,广东是你们的家,大湾区是你们的家,祖国是你们的家。 希望大家在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的同时,结合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, 积极宣传大湾区和祖国内地的真实情况,帮助更多港澳青年了解大湾区,支持和促进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 有关方面,要进一步完善政策,帮助解决这些港澳青年的住房、子女教育、医疗等实际困难。 韩正来到广州国际生物岛广州实验室,详细了解实验室筹建及开展呼吸疾病领域科研公关情况。 韩正充分肯定实验室取得的成果,鼓励他们积极探索科技体制创新,为保护人民健康做出更大贡献。 韩正前往广州市罗港河院保障性住房小区,听取保障性住房项目总体规划和拆旋安置房情况介绍, 走进公租房承租人家中详细了解住户申请条件、住房面积以及租金租期等。 韩正强调,要增加公共租赁住房供给,鼓励地方探索更好的经验,下大力气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。 韩正来到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就职,了解红色历史和革命文化保护情况。 韩正说,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,传承红色基因,把党史学习教育通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,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参加上述活动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会有限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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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限